教学内容为地培们日常教学习惯 游戏规则可能有些微调整 建议的地宝们请再参与说明书哦 乌芳果 在非洲最多人使用的语言之一的斯瓦西里语中 乌芳果是大脑的意思 这款板块拼放游戏考验你对图形的组合概念 同时又要和时间赛跑 并且与对手竞争增加刺激感 适合喜欢抑制与刺激游戏的你 游戏设置 游戏图版分为两面 一面为较简单的版本 每次只需使用三种拼图来完成 另一面叫困难需使用四种图案 第一次游玩建议使用较简单的那面 将所有游戏图版简单的那面都朝下叠成一叠 确保游戏开始前 大家都不会看到要使用的那面 所有玩家拿取一组音符 共有12种不同的形状组成 将回合图版放置在桌面 把蓝色与黄色宝石如图示放在空洞中 其余剩下的宝石全部放进袋子中 最后将沙漏与骰子放在一旁 这样游戏设置就完成了 游戏目标 每片图版上都有一个形状 每回合开始时会直晒 晒出后对照图版上的图案 拿取对应的板块 玩家必须在时间内 使用规定的板块将图版上的形状填满 在时间内完成的玩家可以得到奖励 宝石共有四种颜色 红色4分 蓝色3分 绿色2分 黄色1分 游戏结束后保十分数累计最高的玩家获胜 游戏玩法 游戏共有9个回合 每回合开始时 每位玩家拿取一片游戏图版并翻面 由任意一位玩家直晒并立刻翻转沙漏 所有玩家依照自己图版上 与骰子相同图案所指定的形状 试着填满板块上的形状 当在时间之内 有玩家完成时便喊出 无斑狗 代表你完成了 接着其他玩家继续尝试 直到有玩家发现沙漏已经漏完后 喊出停止 其余未完成的玩家便不可以再继续 接着开始分发奖励 第一个完成的玩家 可以拿取回合图版上的蓝色宝石 再从袋中抽取一颗宝石 第二名的玩家 可以拿取图版上的黄色宝石 再从袋中抽取一颗宝石 第三名与第四名的玩家 皆从袋中抽取一颗宝石 注意 没有在时间内完成的玩家将无法得到上述奖励 领取完奖励后一回合结束 所有玩家将游戏图版弃掉 再抽取新的一片 并由下一位玩家直骰与翻转沙漏 开始新的回合 特殊状况 当有某回合结束时 所有玩家都没有完成 那便再翻转一次沙漏 进行第二次的计时 若是第二次计时结束 仍未有人完成 则移除此回合的蓝色与黄色宝石 放入袋中 没有人可以得到 再依流程计取新的回合 若是只有一名玩家完成 则将第二名的黄色宝石移除放入袋中 游戏结束 当九个回合结束后 大家计算手中各自的宝石总价值 分数最高的玩家获胜 若是有多名玩家平手 同为最高分 可以进行延长赛 平手的玩家每人抽取一片游戏图版 直骰后直接开始比赛 不进行计时 最先完成的玩家获胜 恭喜你会玩乌邦果咯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欢迎订阅与分享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更多优惠及消息都在伯根地官方LINE 快速寻赖ID 小老鼠IbGL 或扫描加入我们吧